還要來關線是昨天晚間在台北市文山隧道 發生有校車 反覆意外 現場就是一輛康橋國際學校校車 車上載有了25名學生以及一名司機 根據了解當時校車在隧道裡頭 先是打滑旋轉 接著又撞擊到牆面 最後是側翻 就倒在道路中央 畫面看了是讓人觸目驚心 而這起意外也造成包含司機在內 一共有20人送醫 幸好目前都已經出院 也返家來休養 校車司機就說了 當時車輛開進隧道之後感覺有滑了一下 隨後整輛車就直接打滑翻倒 而另外也有學生說 當時感覺到校車晃了幾下 接著就翻車了 好 初步經過的公路局調查說 校車進入隧道之前是沒有超速的 但是進入到隧道之後有死角 要等到警方深入來追查 此外這事故 車輛近6年只有8次違規 至於校車司機則是有兩次的違規紀錄 全數都已經結案 對此校方也說了 在瞭解周運中的聚眾會解約來開罰 而昨天在第一時間 雙北市長也都趕赴醫院探視 隧道裡一輛轎車呼嘯而過 後方的遊覽車卻突然失控打滑 直直撞向左邊牆面 整輛車轉了一圈 最後翻覆橫躺路面 遊覽車車頭全毀 擋風玻璃 水塵 蜘蛛網撞 保險桿脫落 可見撞擊力道有多強大 11號晚間載著25名學生的康橋中學校車 行進心意快速道路 文山隧道疑似因為田羽路滑 不小心翻車 造成19名學生以及駕駛受傷送移 感覺是有點滑 它滑的時候它動動 然後我都輕輕開 輕輕煞車 然後整個都撞到雙臂 根據了解60歲的零星駕駛 開了12年的遊覽車 當天已經載了兩趟學生 沒想到這回會釀貨 他公稱自己車速介於70到80之間 但路段限速70 他已經超速 疑似又因為田羽路滑 才會不小心失控 而零星駕駛在過去六年內 有兩度違規 分別是違規轉彎以及路邊圍停 學生們驚魂未定 但幸好只有輕傷 校方也承諾會發放紅包 當慰問警 關注這些孩子的 包括他們的身體狀況 跟心理狀況 那目前掌握就是 這二十五位學生裡面有 十位有到校 那有十五位學生 今天是請假的 關注市政的收集 包括說他的胎紋深度 還有我們一些行車記錄器的查扣 還有外加他的速率值等等 零星駕駛目前先停職 若調查後違規屬實 校方將進行解約 根據交通部公路局公佈 肇事車輛遊覽車公司 近六年就有拔檢違規 已經要求公司處理相關賠償 這回幸好車上學生 都只受輕傷 不過這樣的小車驚魂祭 任誰也不想再次經歷 記者王駿宇若維台北採訪報導